請問一下你覺得你們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廁所的故障率真是太多了 就是很難使用 廁所的水壓都太小了 然後門都會壞掉 水壓太小就只能上消耗而已 大便都沖不掉 所以水壓太小對你造成什麼樣子的困擾 掃廁所的時候那個 因為很多小弟弟小妹妹都會把那個大便 大下去但是沒有沖掉 所以只會用水桶和水管來把它清掉而已 好 Davis 筱瑋 筱瑋 神 神 走 走 走 不能沖水跟沒血系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 不能沖水跟沒血系啊 就是沖水 沒水是什麼 DFC 嗯 然後這是我們的目標 嗯 我們目標打算提高廁所使用數量 使用數量 然後我們統計了廁所總數 大約為264千 故障率為46千 故障率大約為17% 那麼多 故障的大部分問題是門的問題和水的問題 然後這是我們統計的表格 我們一開始有個人問廁所做什麼 但是我們有先貼這個告示 我們有貼這個告示 先提醒小朋友說這件壞的線不要用就對了 所以你說它主要壞掉的原因 最主要是有哪些 門的問題和水的問題 還有水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大部分都是這兩項比較多 好,那你現在就是說要可以告示 阿北亞有要做其他的監獄嗎 希望學校可以幫忙處理 可以幫忙處理 所以你們應該就是這個結果也可以就是 給主任或者是總務處那邊 給他們做個參考 或者是派人家來維修這樣子 對啊,這樣不錯阿 我覺得你們做這個調查很有意義阿 不然你沒有調查 我也不知道說原來 學校廁所那麼多都壞掉 對啊,真的 如果說故障率17%的話 感覺還蠻誇張 對啊 好,那希望你們能成功 我相信你覺得這個活動有趣嗎 很有趣 因為可以跟胡姐一起合作 我覺得很棒